世界之大无其不有 在农村生活过的小伙伴们应该在小时候听过 爷爷奶奶说不能下水玩 因为在水里很可能有可怕的怪物 趁着人们在水里玩的时候 一不注意就把人往水里拉 但是并没有详细的科学依据来证实这个说法 无独有偶 在德国的一家湿地公园里就真的出现了 类似河里的怪物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跟着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据了解 在早上几位老外们趁着天气凉爽 就来到湿地公园散步 但是走一段路后 发现湿地附近出现了不少奇怪的生物 走近一看 这些怪物拥有着和人相似的体型 但它们都是勾搂着腰并且满身的泥土 外表全身都是绿色的水草 看到这让老外们感到害怕 李玛报了警 让警察过来看看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赶到检查后才发现 原来这些生物并不是什么怪物 而是出自某位艺术家手里的艺术品 主要利用钢丝 泥土 以及水草 来制作的一种艺术品雕塑 并且艺术家们表示到 它们制作的主要原因 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注重防护环境 看到这里 小伙伴们有什么想说的呢 就在下方留言评论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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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